那事实上 因为他这些日子 就是说控 应该是控党 所以他真的没有幕僚 他没有幕僚群 所以事实上李嘉芬比他能干 李嘉芬在做议员 所以那些年李嘉芬在掌控 所以我说 比如说他会理财 也很会经营事业 所以学校也办得很有规模 那事实上 李嘉芬的处理的事情 看起来比较利落 然后就是说那个人面 你看他那个站出来样子 韩国瑜就是用他那一套 没错他的口才真的很好 但是李嘉芬是非常灵敏的一个女人 李嘉芬会不会人马 比韩国瑜的人马还多 对 但是问题是李嘉芬的灵敏 就是说可能掌控了 他所有身边的人 你知道通常这个候选人 你知道我帮人家助选 印象也深刻 太太在竞选总部 事实上是掌控 虽然他不讲话 就像陈水扁太太那个时候 所有账都是他在管 所以李嘉芬事实上是掌控的 那现在就是包括他的 他还有他的闺蜜也在他身边 就在韩国瑜身边 所以事实上他直接间接 是影响韩国瑜 但是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李嘉芬可能就是说 我上次有讲就是说 吴敦一也好 这些大佬也好 都见过大场面 做过副总统的人 行政院长的人 其实可以提点他一下 但是就是说他听 这对夫妇听不听得进去 他们信不信任党中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韩国瑜打下了高雄天下 是他自己的本事 党中央没有给他太多的帮助 党中央只是把他丢到高雄 让他自身自灭 但是他真的就打下了高雄 而且就凭他那一身本事 然后讲话那个煽动力 然后就是说 你知道高雄20年来 没有看到国旗 然后国旗打得一面一面 这样子全场那种撼动 再加上他的那个煽动力 确实是他自己打下来 所以他不见得会 把党中央这些人看在眼里 你不要说这31个大佬 你认为他看得起几个 对 可是这些大佬 搞不好也看不起他 他现在都看得起 广告一灯他都看得起 连马英九都会